24岁黑人小虎 找了个71岁的女朋友 大娘是她老板的妈 老板知道后非常生气 直接就把她给炒了鱿鱼 话说我拿你当弟弟 你却想当我后吧 你想我会愿意吗 但小虎的家人却不敢太反对 生怕哪句话说中了再把大娘给气死 小虎在失业后 就和女友拍起了短视频 粉丝好几百万 但大多都是黑粉 可两人却毫不在意 顶着评论区各种舆论压力 应是含泪赚了几十个W 在一起两个月后 小虎也看准时机正式向大娘求婚 两人精心打扮后 在一个小树林里举行了婚礼 婚后两人则是更加安 别看大娘一把年纪 但年轻人该有的浪漫绝对不能少 亲亲抱抱举高高那是常有的事 时间又过两个月 大娘有了新想法 她表示要给小虎生几个孩子出来玩玩 小虎得之后也是非常高兴 特意带着大娘采购了很多婴儿用品 衣服奶粉尿不湿 婴儿车 婴儿床 再加上各种玩具 只要能用上的一件也不能少 统统囤了以苦逢 一切准备齐全 现在就差生个孩子 但大娘的家人得知后却非常反对 知道大娘这身子骨差点是 生怕哪天兴奋过度就直接隔片了 也确实大娘都这个碎说了 看着脸上的褶子 估计蚊子落上去都会被直接夹住双腿 真是应了那句话 只要心态好男友在高考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和我一起探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